接下来要为大家讲述的是 二号选手凯撒 我来自哈萨克斯坦 我在重庆上学 我喜欢重庆 也喜欢跟重庆人打交道 因为我喜欢他们的豪爽和热情 我的梦想是成为哈萨克斯坦 驻中国的一名外交官 成为两国之间的友谊桥梁 刚开始学习汉语 是为了来到中国留学 学习医学 但是毕业之后 我没能成为医生 反而成了一个优秀的翻译 在一家中国公司 成了业绩最高的销售员 我明白了自己想要什么 我决定抛弃一切 来到中国留学 我选择了中国重庆 说实话 刚来到重庆 跟我想象的不一样 我不喜欢这里 这时 出现了一个人 他跟我一样 也来自哈萨克斯坦 是学生会主席 他走进我迷茫的心 改变了这一切 他让我请一天假 然后 带我去了重庆 很多好看的地方 我们去朝天门 看了长江 去瓷器口 看了川剧 吃了各种小吃 晚上 我们去了南山 观看了重庆 美丽的夜景 他看着夜景问我 你知道 重庆是什么意思吗 重庆 是双重喜庆的意思 双喜是一个特别有爱的字 那时我觉得重庆 充满了浪漫 我开始用爱的眼睛 观看周围的一切 发现这里的环境 特别舒服 四面淮山的山城 特别优美 而且还听说 有山有水的地方 叫做福地 我终于明白 他为什么那么爱中国 那么爱重庆 原来 中国就像一个金矿 而汉语就像金子 你挖得越深 得到的就越多 今天 我站在这里 想告诉全世界 我热爱中国 热爱汉语 也想对他说 我爱你 我们来看三位评委 怎么给你打分 28.7分 凯撒的表现真的非常好 因为刚刚各位一起亮相的时候呢 我就觉得他的汉语水平 是可能在我们今天这个场上的 几位选手当中 确实是最好的 祝贺你 谢谢